你输了 没想到你对那只小狐狸还真动心了 可惜竟再也寻不回那只狐狸了 你可曾去青秋找过 青秋 青秋乃是狐狸的聚集地 说不定你的小狐狸会在青秋呢 过些时日我要替叶华去青秋迎亲 不如你我一同前往 顺道去青秋探寻一下小狐狸的下落 毕竟是同族 说不定还有狐狸亲戚在 就算找不到小狐狸 也能有一些支言片语的消息 总比你这样每天担心着抢吧 你若不愿意那我就 好 好 极好 叶华与白浅近日大婚 天朝的规矩 都是由兄长代新郎迎亲 怎奈墨渊上神身体抱恙 不能前往 我们私下已足足讨论了三日 都没讨论出 与墨渊上神身份相当的天族人选 不知仲卿可有解决之法 回天军 这辈分和地位皆在夜华之上的神仙 恐怕是难找 四命行军 这有何难 那哪位上神何事呢 回傅君 日前帝君已向我许诺 可走一趟去青秋迎亲 那我就勉为其难 走这一趟吧 你怎么敢控东华 我当时也就随便说说 没想到他真的就上钩了 我现在也是追火莫及啊 不过这帝君答应 总会有他的理由 我也只好硬着头皮 继续框他了嘛 顺谁的心意 框谁 拜见帝君 帝君 您怎么 没想到你还真的来了 既答应自不会反悔 既然人都到齐了 就即刻启程吧 迎亲似的 莫错过了几时啊 这东华帝君 有多久未曾踏足青秋帝界了 帝君自从当上了天帝共主之后 就在位亲临过青秋 青秋今日真是好大的面子啊 人都在看着很大的面子啊 有点好大的面子啊 那很长的面子啊 帝君自从今老大 你怎么还想到你 我都在这里 你怎么还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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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还想到你 四名 本君离行前听闻啊 说是青秋原本有两位低级 除了将要嫁给叶华的 这个白浅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小字辈呢 三殿下所言非虚有 青秋啊 确然是有两位低级 小的这位呢 乃是白家唯一的孙字辈 说是白虎与赤虎的混血 是这八荒六合中 唯一的一头九尾红虎 换作凤九小殿下 三后三下 三下 三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当日就把枝月山上的神像给打碎了 你说这胆子大不大 那你这么一说便是了 我就记得有人跟我提起过 说啊 当时苍蝇神君 还是真心喜欢这个 把他的宫殿拆得七零八落 喂过门的媳妇 说这宫殿重新修建了以后 还在宫殿里挂起了凤九的画像 日日堵私人哪 喜不喜欢是一回事 要不要得起 就另当别论了